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音樂快遞的活動就是 《銀光一閃開代藝術計劃》的其中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由蔡瑪會資助 由香港青年來代協會主辦 這個活動只要帶一些青年音樂義工 去不同的長者中心做一些音樂表演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Tentwety Light 是一個二人的組合 我是Emily 我是Queenie 這次很開心 做了這個音樂快遞的義工的表演者 其實平時我們都有出去街頭basking 或者在商場的一些活動 但是這次我們很特別的經歷 我覺得是面對著一些老友記 其實原來跟我們想像中都有些分別 讀小學的時候 我很喜歡跟著電視的人唱歌 爸爸說不如你學唱歌吧 老師叫我一個人唱得很害怕 所以我又不敢去學 但也很喜歡聽歌 現在最近年輕人喜歡的 我都會聽一下 不一定是局限 梅艷芳以前那些 張國榮那些 最近很流行姜棠 雖然是個媽媽 但我也很喜歡聽 這次準備的歌單和上次不同 因為上次是網上音樂會 沒有得跟老友記互動 這次很開心可以親自去跟老友記 可以看他們的反應如何 所以準備的歌曲都會問 那時候他們喜歡聽什麼歌 這次也準備了一些輕快 可以一起互動一下拍手 去歡呼的歌多些 當然啦 音準、拍子、用聲技巧 這些當然少不得 但其實這次我反而更加著重 他們怎樣去跟一些長者交流 即怎樣用他們的音樂 怎樣用他們的身體語言 去將一首歌去表達給一些長者聽 這個反而是我最著重的 我覺得他們是有點體會的 會覺得原來自己唱歌 是可以帶給長者一些歡樂 我自己也是 曾經我看一個電影 裡面有一個片段 女主角是唱粵曲的男音 那我無意中發覺 原來男音都叫了聽 音樂是國際語言 雖然大家不同種族 不同國家 但是道理就是全世界都通行 我們可以直接音樂 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 跟老人家一起去啟動歌 這件事 我都覺得可以說 不是一個表演那麼簡單 是一個互動性的分享活動 剛巧來中秋節 一起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首非常經典的歌 他們就用Yukulili 跟我們一起啟動大合唱 音樂會令到我的人會開心 心情會開朗些 視野會廣闊些 你一聽到你的旋律 會令你的心情都不同了 如果是關於一些音樂的活動 他們可能的投入程度會比較多些 他們會享受在音樂的氛圍裡面 有機會的時間都會讓他們表現 對於他們來說 都有一個很好的成長 之前我們也有在街頭做basking 但因為疫情的緣故 其實都很久沒有可以親身見到一些觀眾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可以親身見到一些樂友記 跟他們一起啟動歌 一起去分享音樂 雖然我們都戴著口罩 見不到他們的嘴巴 但我都在他們的身體語言那裡知道 大家都很享受這次的分享 因為剛才都說 雖然他們可能不記得歌詞 但我聽到他們真的由心去發出 很喜歡這些音樂 所以是很感動的 其實有一刻 當他們拿起小結他 跟我們一起唱歌的時候 是很開心很冷漠的一個回憶 我曾經開玩笑地跟一個朋友說 他說下一輩子 我什麼都不想做 我只是想做一個音樂仔 不是一定要爭鳴奪利 能夠從事音樂的工作 可以令到自己發落 也可以令到其他人發落 這個已經是很好的了 春風快去掠透我的心 一心靜著夢的心靜 是你當我找天氣無方 有好天藝望著前路 天祝我的天祖 不願放棄 無法解釋 就可不盡親恩 可以歡大事無香 天祖 天祖